耶利米书 第34章 他必用火焚烧 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 定被拿住 浇在他的手中 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 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 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犹大王西底加呀 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 你必不被刀剑杀死 你必平安而死 人必为你焚烧物件 好像为你列祖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 人必为你举哀说 哀哉我主啊 耶和华说 这话是我说的 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 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加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 正攻打耶路撒冷 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诚意 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西底加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 要向他们宣告自由 叫个人任他西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 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 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 婢女自由出去 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 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 后来却又反悔 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因此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维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 与他们立约说 你的一个西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认他自由出去 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 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没正的事 个人向临社宣告自由 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在我面前立约 你们却又反悔 亵渎我的名 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临社宣告自由 看啊 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 饥荒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 犹大的首领 耶路撒冷的首领 太监 祭司 和国中的众民 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 从其中经过 在我面前立约 后来又违背我的约 不遵行这约上的话 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并且我必将由大王西底加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 与那赞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耶和华说 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 攻打这城 将成功去用火焚烧 我也要使犹大的诚意变为荒肠 无人居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中海in